你们看看中国 我们古老祖先造的字很有味道 思是分别 你看思 心 心上面画许多鸽子 那个田就是鸽子 那个鸽子是分别 想呢 想心上有像 执着那个像 所以想是执着 心是什么呢 把那个田拿掉 像也拿掉 剩下来那叫心 所以你看看 中国文字之美 之殊胜 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 找不到的 智慧的符号 让你一看 你就觉悟了 你就明白了 所以思想不是好东西 今天说 某个人的思想 他完了 他流到凡夫 阿罗汉有思 都没有想了 思想两个都没有了 这个人是菩萨 所以佛在经上常讲 佛这49年 没有说一句话了 那佛要说法 他就有思想了 他没有思想 所以佛经不可以用思想去研究 佛没有思想 你用思想去研究 变成你的胡思乱想 佛的意思 这个意思愿解如来真实意 要怎么去解呢 离开思想 没有思想 你就能够 体会到佛的意思 这是真实智慧 圆满的智慧 那么我们这个看这段文 这个段文的意思很深 这个段文的意思很深 30分钟讲不了的 二性无色 心不识物质 这个色是讲的色法 像这个五蕴里面讲的 色色色色色色色 色色色 它不是色法 这个的色彩 有那个ailed 这一个塑料 色色色色色色的